内地房地产企业内房会减楼案 人民银行和银保监昨天颁布通知 调整不低于贷款市场利率 即LPR减0.2厘 即首套房的按揭借贷 由目前的4.6厘减到4.4厘 人民银行2019年8月改革贷款利率 将案息下降 设定为相应期限LPR利率后 这次是第一次下调的下限 你觉得这个政策对内房股 会不会有很大的刺激作用 很大也不会 但刺激作用一定会有 突然间出现这个政策后 要突然升升两三升 不过是在原生7% 不会的 不过是7%大问题 这段时间跌了30多% 跌了30多% 跌了7% 图表也不是特别英俊 正如刚才所说 内房板货都是市场风眼位的股份 你要分清楚哪些应该买哪些应该买 如果你纯粹看到短线升幅的话 是的 我就知道 现在买Bitcoin跌得多 不贪心 看回5-6元不过分 20多%升幅 但问题就是 你要记住 内房股很多都还在行一些浪低雨浪的格局 跟市场是一样的 在目前的水平来说 当然如果你纯粹以股票市场的结果论 去投资的话 这些是OK的 就是政策没事的事 就是那间公司不倒下 没有一些明显爆煲的状况下 是稳定到楼市 那就会自然升上去 但当不OK的时候 你带来潜在风险 还会不会跌到一半等等 你真是不知道 但是相反地 你说6-8-8-1-0-9 我们觉得今年来说 你买些龙头大胜一点 相对比较好 你觉得整个内房板块 在港股上面 我自己觉得最对求其次 会建议大家买的 最高风险 我觉得只会是龙湖集团 去到碧桂园那些 都已经是太高风险 恒大那些过去半年不用这样 就算你这样有一幅牌 我们也不会去想 所以如果是短线 今天这个政策 你都想追 怕输输 就是追6-8-1-0-9 那些 你觉得开始升了4% 还追都可以的 那看你什么叫不可以 如果你讲短线 你讲书一成了 你已经觉得不可以的 那不要买了 因为别人的低位 弹了上来 很多都弹了一成了 但是问题 如果你讲 你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 的话 我觉得你用时间 也是能够赢的 在股份上 但是主张6-8-1-0-9 所以最好是分注及纳 你如果再下去 我们猜不到哪些低位买的 你问我在上個星期 我其他地方做节目 600-800 我一直说我今年应该买了600-800 但问题是星期四、星期五 会是几下 прест 跌得那麼凶狠 我們說吞22元 21元 最後買不到的 但問題就是這樣反手的時候 星期五可能應該要追 這一刻你去追的時候 就用分數吸納的認識 一注過的話是懶的 一注過我們未必給到一個很準的股價給你 有時候就看市況盤盤 真的考運氣成分 但我覺得如果你撇除賭博因素 你中場真的從投資角度去看 內房股 我覺得這些水平的時候是可以搏的 好 那我們又參考一下Anno的意見